我想今天主席上午安排的这个议题 其实对于弱势的身心障碍者 特别是儿童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口腔保健 那刚刚提到的几个部分 包括黄教授提到了 从大学的学制开始 就有这样的课程 本期其实也是非常的赞成 因为这的确是冷门 然后你一定要从源头开始培养 让这个进到这个牙系的学生 开始对这个领域有所接触 有所了解 你才可能有这样的人才在食物上面 其实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这个部分本期其实是非常赞成的 另外就是说在给付的部分 我也觉得其实我们都说 其实儿科他看一个小孩子跟看一个成人 他这个就相对其实比较辛苦了 那何况如果这个小孩又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是有些行为没有办法被控制的时候 那要花的时间又更多了 所以在给付部分 我也觉得应该是要调到一个相对合理的 就是说你有一个合理的环境 你才可以鼓励这样的人才在这个领域去做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本期觉得 从预防的观点更重要 所以刚刚很多位提到说 我们向下扎根 甚至去扩大 我很赞成刚刚其实赵伟提到的 就不只是他限领身心障碍首次的小孩 有一些已经是疑似 譬如说像早疗的孩子 这些他很迟患的孩子 他已经要进入到这个领域 他只是还没拿到这个手册 那你站在一个预防保健的观点 应该是要扩大 就是说你应该是尽可能的去教导这些父母 让这个孩子可以接受相关的服务 我们都常常说预防中语治疗 所以这几个面向 我想本期其实都是非常的支持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 有关于这个 本来是下午要谈的议题 本期这边要提前问一下署长 是不是可以先请邱署长 好 请邱署长 罗文豪好 署长好 署长 那这个你们现在有关于医美的乱象 其实去年卫生署就有说了 就是说你们其实要开始来管理 那目前的管理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想要提倡的是医美的认证 对不对 这个是你们设计出来的嘛 那这个医美的认证呢 你们分了就是侵入性跟低侵入性两种 那在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 因为有人说医美认证几乎停摆 因为你采的是一个申请制 我不晓得到目前为止 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医美认证现在有多少的这个诊所来进行申请 现在有几家 好大概 我想这样子 这个任何一个制度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必须搭配一些奖励机制 或者是处罚机制 才有办法把所有的人都放进去 那我们现在是 到现在呢 是透过 刚才那个设计 那个是医测会设计的 是 那么从医测会的整个架构到现在 那么我们现在才open 那么open大概现在有八九加七八家了 那么慢慢的 我想再经过宣导 就会越来越好 那都是一个开始都会这样的 七八家占所有的 目前在做医美的这些诊所 对比例是几百 这个是一个开始了 那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deadline 还没有时间 还没有那个 是 那现在整个医美的这个诊所 大概几家 大概 调查的就是六百八十几 那是登记的 那其他因为诊所 另外在看医美的 这个就不算 不算嘛 六百多家嘛 那现在刚开始推的时候 还不到十家嘛 对不对 所以本期看到的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其实是后过 用这种申请的方式 希望一介自律 对 但是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如果说 现在已经有人说 这个几乎是停摆啊 因为不太有人愿意来认证啊 特别是像人员资格认证的部分 几乎是没有人要来申请 那所以如果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 表示说 你这个制度 你是希望透过自律来达成 但是如果施行一段时间之后 这样的自律 你刚刚说嘛 六百多家嘛 现在不到十家 那再过一阵子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有效成长的时候 那怎么办 对一般民众来讲 我走进去这一家医美诊所 我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经过这个认证 因为多数都没有挂 只有少数有挂 那这样怎么办 我们虽然希望民众去选择品质好的 有认证的 但是这样子 怎么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想到的策略 那么首先呢 就是其实在这一次管理以后啊 比较现在目前进行的比较多的是 卫生局的广告管理 对这个广告的那个 那第二个呢 在这个有关这个 刚才那个认证那个 认证那个其实慢慢的就会带动风潮 这很多个制度都是这样 不一定要祭出惩罚手段 因为你开始 那你们预估要多久的时间来看到那个成效 有没有设定一个时间表 对 多半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因为你 你如果把这个品牌做出来以后啊 那病人就会开始注意到这个品牌 我知道 但因为现在坊间多数是没有认证的 我们会加强宣导 会加强宣导 对 会有一个主要的力量在推动吗 对 会 会吗 也委托 也委托几个单位 好我希望这个部分哦 这个署长你要做阶段性的评估啦 是 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自律 其实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说自律达不到那个效果的时候 你们要想你们下一个的方法是什么 毕竟保障民众的这个安全品质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那另外一个哦 本期接下来问的是 现在的医美诊所它的种类非常多 署长你有听过什么叫做接睫毛 什么叫做中睫毛吗 你分得出来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我还没有那么深入 对 真的是五花八门 这是最近本期开始听到的 那接睫毛呢 它其实就是用药水直接粘上去的 但中睫毛呢 它还要上麻药 就是真的直到那个睫毛里面去 所以非常的五花八门 但本期担心的是最近媒体报道 像这种接睫毛的已经开始针对这种20岁以下未成名人 开始去推销广告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少女非常的爱漂亮 所以呢 他就开始去做这个 然后做这个之后呢 他会变成什么 这些医美诊所的潜在客源 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 哇 接下来很多他都可以去消费 很多的种类 那我看到的一个乱象就是说 现在包括有一些爸爸妈妈 这个国中生而已 他带他去做什么 肉毒感菌瘦脸 带他去做围巾死龙鼻 才13岁 这是媒体都已经报道出来的案例 你觉得合适吗 就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么小的年纪 就要开始打 那打这个对他的身体健康 真的都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吗 这样变成是去误导我们这个下一代的这个价值观 很多家长也被误导了 他觉得就是让女儿变得漂漂亮亮美美的 但他不晓得把这些东西的副作用是什么 你认为这些未成年人 可以到这些医美诊所 进行这一些的美容项目吗 适合吗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相关的规定 就我查过 我们现在针对未成年人到医美诊所 进行不管是侵入性非侵入性 没有严格的限制 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但是本期看到 像在奥地利他们今年1月1号 他们有一个新的美容法 他禁止16岁以下 都不准进行这一种整整型医院 对他进行美容手术 16岁以下都不准 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 他如果要进行的话 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心理咨询 第二个监护人同意 第三个还有四个礼拜的思考期 我觉得他们是针对未成年人 有仔细去考量到 这一些美容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所以他有一些保护性的措施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本期并没有看到 我们的卫生署在这个部分 有做相关的 然后像意大利 他是明文禁止未成年人 进行龙胸的手术 而且整型外科医师 如果散自对未成年人 进行龙胸手术的话 他是被罚款两万欧元 停工三个月 这是他们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那我看到现在呢 其实我们房间有些医生 他会有一些建议 但这些都不是一个标准 比如说他会说 像割双眼皮抽纸 他觉得十六七岁 大概才可以做 龙比要满十七岁以上 男生满十八岁才可以做 什么殿下巴肖股 要十八岁以后才可以做 但这一些都是 如果比较有良心的医生 他可能会给当事人这样的建议 但这并不是规定 所以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部分 本期要请教的就是说 现在医美乱象这么多 那我们怎么样 透过我们的行政的方式 或立法的方式 去保障这些未成年人 是 我想委员这个 这个这些问题都非常好 那第一个 我们这个这么多年 其实都没有在管理 那今年才成立这个委员会 对 这个委员会呢 是各科的委员都来了 所以在委员会里面就会讨论到 刚才委员就像这个 接睫毛啦 热毒感菌啦 对 或者是其他的 那么他的这个年龄的分类 这些 我看刚才建议的非常好 那另外当然我们对广告诉求的对象 什么时候都会控制 但是这是里面一步一步都会进行 所以这个委员提到的这个 我们都会把它用出来 好 忍习特别要求 我觉得未成年人 他更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保障 所以针对未成年人到底哪些项目 他其实是可以进行 哪些项目其实应该是明定不准的 因为他包括他身体发育各方面还没有成熟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希望卫生所 你们既然有这个委员会 要好好的针对这个议题彻底的讨论 然后形成一个规范 让所有的医美诊所都可以遵守这样的原则 因为我很担心 真的有的人在利益的驱使底下 然后家长又想不清楚的情况底下 那我们未成年人小小年纪 就被送上手术台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应该我们国家对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应该要给他们好的一个保护 好不好 是 这个我想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谢谢 好 谢谢